娘 又你已经没炸了 什么事啊 哎呀娘 您今儿细色真的好多了 真的吗 是啊 娘 您看看 这个是新鲜的羊腿肉 我特意去给您买的 一块儿给您炖汤去 我多放一些姜片 等等 这么好的菜 留到明天再炖 为什么呀 明天我们有贵客到啊 是什么贵客呀 当然是佳音和舒涵啦 他们已经打电话给我了 说马上就到了 这佳音哪 还是头一回进咱们堂家 当然要好好地款待我这个新媳妇咯 是不是啊 坐下坐下 舒涵坐呀 佳音坐坐坐 来 妈妈 宝弟 乖 想不想我啊 宝弟可想你了 是啊 最重要的是娘您的身体好些了没有啊 好 见到我们一家团聚 我什么都好啦 都好啦 那还是要多休养 素云姐 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娘了 不辛苦 这是做儿媳妇的应该做的 娘 我去帮春秀做饭去了 素云姐 娘 我去看看她啊 坐下 她既然已经默认你们两个的事了 她就不会有什么别扭了 家音 虽然娘 没有用锣鼓和花轿正式娶你进堂府 可是你要千万记住 你在娘心目中的媳妇的地位 是千真万确 早就已经认定的 夫人 您要的香烛预备好了 知道了 舒涵 家音 咱们先去祭祖房 跟祖先呢 禀报你们的好消息 春秀 去厨房请二少奶奶进祭祖房去 是 夫人 这春秀怎么搞的 请个人请这么半天还没请来 看来啊 这二少奶奶真的很难请 娘 我去叫她去 不用 祖先的香已经点上 不好烧第二回的 家音 这样吧 咱们不等了 咱们先上香 娘 这 没关系的 来 舒涵 给我吧 来 多久 来 来 多久 来 多久 来 来 去吧 苏云 这些事情由春秀做就行了 你坐下 对了 怎么没见到婷婷啊 舒涵 你没接着她呀 今天是学校的返校日 婷婷回学校了 我破了个空 没关系 反正今天也是给佳音接个风而已 那天我们正式吃团圆饭的时候 再把它接来就是了 苏云姐 你准备了一桌菜 累了吧 我敬你一杯酒 不用了 厨房里还炖着东西呢 我去看一看 我去看她的衣服 不吃得到她 她不吃得到她 你去看她 怎么看她 都不吃得到她 那天我们不吃得到她 你去看她 你好劝劝他 他想把一人摸 没想起来 她也在乱 这群我都知道 两群一但是 三群都在乱 这群都在乱 一群都在乱 也不想起来 一群的群员 是 但是这群的惨 苏云 现在家里一下添了这么多人 我想在南京买个房子 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分开住 怎么样 苏云 睡吧 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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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告诉我小姐去哪儿了 我 我真不知道啊 说 说不说 说不说啊 我说 我说就是了 今天我真高兴 今天我们老堂家人最齐 一起吃顿团圆饭 来 我们举杯 大家碰两杯 让我们今后好好地过日子 来 贾音 来 祖云 来 祖云 来 来 奶奶 您今天是不是为了欢迎我爸爸回家 所以才请客呀 嗯 婷婷真聪明 不过 只猜对了一半 嗯 我知道 还有欢迎我弟弟 舒寒 你没跟婷婷说吗 婷婷还小 真是我小了 爸 你有什么事啊 尽管告诉我 我都能听明白的 行 你爸不告诉你 有奶奶来告诉你 你爸爸呀 给你多添了一个妈 以后呢 你要管保弟的妈叫姨娘 明白了吗 妈 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 我有两个妈妈吗 婷婷 奶奶说话小孩子别叉嘴 春秀 是 带孙小姐和孙少爷进房间去 好 来 那我先走 我呢 我呢 昨晚也没睡 想了一宿 把咱们老堂家以后的事都给过了一遍 我决定 不能就这么委屈了佳音 一定要挑个好日子 郑重地迎娶佳音 不合适 不合适 我当时去苏云的时候 我连喜酒都没怎么摆 现在到达非洲城 不妥当吧 舒寒说得对 我不在乎这些凡文入节 还是不要了吧 你们不在乎 我可在乎 这话就这么说定了 至于 这两个孩子吗 婷婷还是跟在素云的名下 宝帝还是跟在佳音的名下 一切按照现在的老样子 各喊各的妈 宿云姐 您看这能行吗 宿云 人家佳音问你话呢 你得表个态吧 娘 我可以把佳音当妹 但我无法接受 舒寒娶两方太太 什么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走 我带婷婷一起走 宋云姐 我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 也没念过什么书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 我这辈子嫁给了舒寒 这辈子我就是她的人 她去问我 她也只属于我一个人 除非我死 不然这情况 永远都无法改变 你到底想怎么样 娘 其实我一直想走的 只是这一整个月 您的身体都不大好 所以我就想 把您身体调理好了我就走 苏云娜 别动不动就说走不走的 其实我说了老半天 都是为了老唐家好 别什么事都赖在我身上 莫非 你想离婚 我为什么要离婚 我又没有做错事 我只是想带着婷婷走 我答应你一定会好好把她养大 至于宝帝 佳婴把她照顾得很好 以后我宝帝 我就拜托你了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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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云姐 你来临走 她要走就随便她走 咱们还非她不可了 你说咱们这个月 走了老孙一家 苏云现在又不在了 就咱们两家 怪冷清的 我可不这么想啊 苏云这么一走 也不见得真的能过上好日子 你想啊 她那个婆婆 能让她过好日子吗 姑奶奶回来了 正说你来着 苏云 苏云 你怎么又回来了 苏云 你怎么拿着东西回来了 是不是唐家人又欺负你了 没有 因为 因为我爸爸要取晓 取晓 那还了得 婷婷 大人说话别插嘴 先进屋去 我 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都别问了 也都别说了 我还得准备明天开店的东西 这书寒 真的要取晓啊 他取谁啊 老咕噜 我说你是真的老了 这一本三国都演完了 你还分不清谁是谁啊 谁啊 我懒得跟你说 苏云 苏云 这不咋回事啊 唐淑涵 他是找死 娘 你回来了 娘 他那怎么样了 我跟你们两个说 该发帖子请客人的 赶紧去办 不要再离苏云那头酱牛了 要不娘 我再去跟她说说吧 干什么 我豁出老脸出去说了半天 我这要走